哈囉 大家好 我是虹月 那我們今天呢 要弄玩一款叫做 天涯跑商記 好商人自在四方的遊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這個翻譯是這樣啦 總之呢 這款遊戲就是讓我們可以體會在中世紀跑商賺大錢的遊戲啦 好不好 感覺應該是還蠻有趣的 總之呢 這款遊戲 呃 他應該是要我們買貨物然後去賣之類的啦 那我們就直接看上網看啊 目前我們人在一個叫爺爺裝的地方 然後我們是一個 欸 橘頭髮的人 是嗎 鍵盤不能用 我們只能走路 我們似乎調查看看可以做什麼好了 這邊有個 可以睡覺的 喔 這邊是我們的營地是不是 我目前有個新手馬車 然後他寫我卡住 什麼意思 喔 沒有 這個東西就是跟我們說 OK 我們卡住在某個地方有沒有 可以 快速傳送的感覺吧 應該是這樣 OK 那這個應該沒有用 目前沒有用 然後這邊有個金燙號欸 這是幹嘛 奧茲爺爺 我們可以接任務是不是 我們得修理棚子 但沒有木板 你什麼時候去拿一些 我剛修好車子很快就去拿爺爺 OK 還有把孩子帶回那小子都跑了 這下他又要帶回獅子 我們又得剃光頭髮了 那是因為棚子沒修好 而且你打破的時候整個房子都拿 這是在幹嘛 強很堅固 能承受任何打擊 但你能承受你一夜的憤怒嗎 對不起耶耶 什麼東西啦 總之 喔 他有跟我們提示之類的 就是我們可能 跑三位收到襲擊 是嗎 我們可以買一些道具是不是 我們看右邊這邊還有人可以講話 這邊也可以組東西 我也不知道目前可以幹嘛 總之 這遊戲其實有點複雜 這邊有個伐木喔 你好 請問你是誰 我是來自聚木莊的伐木者 我應該帶木板來的 OK 他要我載他回去喔 他沒有錢 OK啦 反正一起走嘛 OK的 一起走 好不好 我帶你走好不好 我帶你走 喔 我剛剛點錯點了 我不想 來 好吧 走吧 不客氣 這樣他就會跟上我了是不是 然後這個人是誰 E1 你想和我們一起走嗎 為什麼不能 我會喜歡旅行 試著看世界 認識的我不喜歡這樣 繼續聽 我們這段旅程要付我多少錢 嗯 我以為你們會付錢陪我 對 費用 我們要付多少錢 每個人20金幣 我以為是我要付他錢 OK喔 OK喔 這邊還可以雇傭兵是不是 我目前有多少人 這個就是我們的跑商團隊的感覺 可不可以看我有什麼任務 爺爺裝的第一個任務 到處轉轉雇幾個農民 然後去不聚木莊買一些木板 是不是 喔 我這邊有欸 有一個伐木工上我的車了欸 然後這邊 喔 這個就是棚子壞掉嘛 然後準備10個木板才能修 欸 阿瑟尼 你要上來嗎 還是我們要顧他啊 有兩個人我們要顧他欸 結果不是他給我的錢 帶著我走 而是我要給他錢是嗎 我其實看 他這個翻譯有點問題 我不確定 總之這裡有兩個 一個是暴擊 暴擊農民 一個是磁差農民 是怎樣 我們這裡是指我的錢嗎 540塊是嗎 阿他顧他要多少錢 他也沒血欸 OK 如果隊伍中我兩個平民可以提升傷害 這兩個都是平民 應該是 所以他們 一起大概會比較強 OK 這個 帶草叉顧一下 喔他要花16塊 阿這個花42塊 OK 還行 對手個電競攻擊石可以抓到暈眩 OK 我目前人很多喔 不錯喔 欸我可以繼續顧嗎 還是不行 WOW 我農民可以顧這麼多人喔 阿你怎麼可以複製阿 你不是只有一個人嗎 你是怎麼跑出這麼多人的 我有兩個 磁差一個暴擊欸 我錢感覺越來越少了 OK 這是我們的地圖 我們目前在這裡 我們可以來聚目裝 哇這遊戲地圖其實蠻大的欸 OK 這我們下一個目標是聚目裝嗎 不過在他之前阿好不好 我們可以先 買一些東西嘛 這邊有一些帶裝穀物啦 我們是可以買一下 每單位商品增加敵方的傷害 所以我帶越多東西敵人會打得越痛 是嗎 沒差 拿B 我可以買五個穀物找 欸這不是 這是我的儲藏室吧 這個不是我買的 我把廚房室全部帶走 OKOK我大概了解了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捲軸沒拿走 這個應該也可以拿去賣錢吧 嘲諷捲軸 雖然說這個應該是效果阿 但拿去賣錢也可以 軸的話就是補血用的嘛 OK 那我現在全部帶走 接著我們就可以開始跑傷了對不對 為了避免在夜間行駛 你可以扎牙營到早晨 OK啦 那我們目前呢 就是直接來聚木莊阿 應該是可以出發了吧 去那邊要花4小時喔 我們 是的 前進 喔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 跑傷 喔 敵人也是抱著三隻雞耶 這是什麼 我們現在就會打架時刻 他們好像比較強是嗎 我本來打走了 我的馬還會攻擊耶 欸 我一個農民跑掉啦 這是什麼東西 我點了什麼 我自己也可以開槍耶 多麼自信的勝利 但是他從 呃 交易中獲得經驗 而不是戰鬥 喔 我不能從戰鬥中獲得經驗阿 是這樣子 喔他回來喔 他還有臉回來喔 這是什麼東西 衛陽 這是什麼意思 可以升級他的意思是嗎 我不知道耶 總之我有拿到一些錢阿 我們可以繼續前進阿 好繼續前進 喔又有敵人了 等一下 這個也是很沒辦法啦 畢竟我們出外旅行嘛 對不對 中世紀出外旅行 遇到敵人也是很正常 喔我們這次好像要贏耶 好像沒有人會讓我跑 我們贏耶 撿一下 這裡面有一些州 那我們就是全部給他 欸 取走 欸我有取走嗎應該有 OK 繼續 喔我們到了 我們到聚墓莊了 這個就是我們跑上到了 是不是 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地點標註 如果你在房子邊上搭一個棚子 拿一個鋸子開著去木頭 就可以做聚墓場 喔這邊還有一個伐木者可以顧耶 顧傭兵 喔 我現在是帶伐木者顧完了 是嗎 還是我其實沒有帶伐木者 我其實不太確定我剛剛到底做了什麼 總之我們來到這邊應該是可以交易啦 交易 可以把一些東西賣掉 古物原本是五塊錢對不對 然後現在變八塊錢了是嗎 好像也沒有耶 這原本是二十塊變五塊是嗎 總之這個地方他其實有講 他需求 是這些東西 所以我帶著這一些東西來賣 會比較賺錢 看一下這個房布公 謝謝你如果不是你無可能就回不來了 去和回來都是同一條路嘛 話可不能這麼說 嗯 什麼鬼啊 你好陌生的今天是個遠行的好日子 不是嗎 是你是誰 我是個勇敢的戰士 那在村莊被襲擊死我逃跑了 現在村子裡沒人告訴我 有多少月住在山裡 我肯定是不願意的 正是如此 喔 要是能回到家鄉就好了 也許不是所有的寶藏都被洗劫一空 我有說過這種話嗎 喔有寶藏是嗎 他現在是暗示我有寶藏是不是 他將項是指哪裡嗎 我只知道他是森林勇士啊 但是我其實不知道他是哪邊被襲擊 不管 總之這裡還有一個金湯號我們問一下 庫丁 喔他就是那個小孩喔 OK 為什麼不想 棚子到處是動 我在屋裡睡不著覺 OK我會修好棚子 好像要十個木頭吧 對不對 要十個木頭 有道理 喔他 他要先我修好 我再來接他是不是 OK 我們全買了好不好 欸這 木板怎麼那麼貴啊 沒關係我們全買 然後到時候看有沒有什麼地方需要木頭的 有沒有 我們就可以拿去賣掉 不錯這個遊戲就是這樣玩的 應該 OK 總之目前應該是可以回去了吧 我準備到木頭了 接著應該可以回去修那個棚子 對不對 走回去一樣要出發戰鬥 欸這隻好足欸 野豬欸 但我應該不會輸吧 GOGOGO 反正我們還能開槍啊 有沒有開槍直接打很多血 然後我在講我是不是不應該讓這個血 喔他這個血其實蠻多的 但是他 欸怎麼有人跑掉了 哇 我是不知道輸了啊 他們怎麼感覺有點強 他們是不是也會拿槍打我 誰拿槍在那邊打我 哇 我被打得有夠慘的欸 然後我 他們沒血其實可以給他們吃粥啦 但沒有必要吧 反正我們今天應該還不會輸 繼續走繼續走 三個人有伐木工欸 伐木工是不是比較強 開槍 我又不會輸啊 我剩一匹馬了欸 我被 我打輸了欸 我被搶了欸 你失去了這麼多貨物 我失去兩個貨物是嗎 還是我只剩兩個貨物 如果白天的道路非常艱難 你可以招摸更強大的傭兵 我被幹走兩個木板好像還好 但是 很過欸我虧20塊 來再走一次 我只能說記得要那個啊 補給啊 不補給可能真的會輸 欸不是補給啊 就是要回血一下 就是我們要滿狀態打 每場戰鬥應該才會比較好 你看我這一波有沒有 打到我每個人都殘血 這個是真的很難贏 我可能就是要給他們 都吃一點食物回個血 不然這個真的贏不了 啊太難過了 讓我 我就很客家你知道 這裡有個人欸 這是誰 想交易嗎 這是誰 滾動條老頭 喔可以跟他買卷軸是不是 知識 喔這個 這個可以升等欸 獵人 再說啦 我這樣是不是太客家了 太節儉了 OK目前這一波應該也是輕鬆打贏 我好馬在不用緊張 我這邊快輸了 喔喔喔 慘勝欸太慘了吧 真的差點輸欸 OK 我們終於回來了 我感覺我們的傭兵已經不夠利了 你知道嗎 總之我們先 我們應該可以來修這個 修理 爺爺裝我修好了 然後呢 我還需要顧傭兵嗎 還是也不用 我要做的應該也不是顧傭兵吧 我應該要做的應該是強化我的傭兵 或者是換個傭兵吧 喔可以給他們看卷軸啦 戰鬥開始使傭兵的效果 欸等一下他看了這個之後是不是就那個啊 我們閱讀看看 喔 喔原來他是這樣子的意思 有沒有他是可以直接看啦 OK這個是有嘲諷效果 然後他也不是用完就沒 他應該可以一直用 然後 應該說他的 卷軸效果可以一直持續吧 OK那我們先組個東西好了 不組個東西我感覺玩不了 我目前這邊有一些穀物 一個穀物可以做一個軸 烹飪一下好了 畢竟這個是補血道具啊 我們現在還是需要補血一下 我們需要我彭職之後就去把他帶回來吧 看一下這個好不好打 目前應該是差不多的應該不會太難 像這種野豬我應該還是可以打 OK 然後看下一波是什麼 這裡有個騎士欸 這是誰 這騎士完全沒有要屌我的意思 OK我們繼續走我的 開槍 這應該不會輸吧 因為我的我都給他們加卷軸 應該是不太可能輸 OK贏了 拿到一些粥 OK 哇現在晚上了欸 我應該是可以把這個小孩騙回家了吧 OK回去吧 你的眼睛沒騙你 我在這裡看得很清楚 你會帶我回去對吧 OK 夜在戶外睡覺 他看起來一點都不像小孩 那現在怎麼辦 我還可以再交易嗎 他已經沒有東西了 然後他會想要收麵粉 這個記一下好了 他要收麵粉服 和單手劇 我目前搞不出來沒關係 之後應該還是有機會的 然後我現在有一點錢 我是不是要顧別的人啊 森林勇是200塊 他光血量就差很多了欸 可是我現在沒有錢 我現在整顧那種最便宜的 要幫我們回去吧 欸等一下應該先睡覺啊 對不對睡覺 OK 然後就可以走了 基本上這路上應該都不太可能輸啊 就應該是隨便的 啊 野豬跟我講話欸 這條路是我們的 野豬會講話欸 這裡是公共道路 我們會繼續前進 10%而已喔 直接教訓他們啊 三隻豬一向打我 我怎麼可能輸 拜託 又是三隻豬 不可能輸啊 直接打 欸感覺要輸了 開槍 忘記開槍 OK 喔他 他搶了一點木板回來 可以 OK我們平安回來了 看一下 終於到家 這是你的獎勵 什麼獎勵 獅子 他給我獅子喔 這是什麼東西 喔 這個是他給我一個技能點 是我升級了的意思是嗎 喔能點的東西其實很多欸 領導力木工戰鬥訓練 是不是領導力會比較重要 像這個有沒有 餘許你僱傭肌肉 傭兵什麼的 喔這個好像不錯喔 回血 這個我點不到 這個應該是慢慢點啦 我先 以領導力開始好了 還是要以口才啊 我可以讓他出售更多東西 呵呵 餘許你僱用野豬作為傭兵和駝獸 是怎樣 這感覺更有趣了欸 但是 我先從口才開始學好了 有沒有 增加出售商品的數量 這個肯定要先學 喔這個也有話要跟我講欸 今天他只麻煩嗎 一切都好 好不好 禮物是什麼 再給他獅子 好扯喔 他還真挺不錯對吧 謝謝你的禮物 你這小蟲子 得了吧 至少你洗個澡 如果你還需要儘管找我 我皮毛裡 獅子都是 你怎麼樣 他這個翻譯真的翻譯不是 非常好 上面沒漏水 睡覺很舒服 側臂 確定要有一點透風 哇他只會睡在這種棚子下 這是怎樣 他在這裡認識一個仙女 但在我 追機上屋頂的時候 他就不知道去哪了 仙女 呵呵 我覺得我們簡直是絕配 不過我告訴說我是來自野蠻人部落的 而他那麼優雅 一看就知道受我良好的教育 聰明伶俐哪需要我們這種野蠻人 看起來他挺有自知之明的 不過他還是要我去找那個 仙女 他是有紅頭髮的女孩 OK 然後我一直很好奇這個按鈕是什麼 我不要點點看 江湯兵一隻戰備 我可以幫他解固啊 我把他解固掉吧 因為他是暴擊的 我把他解固掉 因為我不能接受一件事情啊 我只希望他們長都一樣 他們長一樣 哇這裡有96個農民可以顧的意思是嗎 此差農民有96個 原本99 顧了三個 我再顧一個變95 這個16塊而已 我們用最便宜的農民 16塊 我就先用他們 好不好 反正打不贏我們再換 我們現在任務是要找那個公主 誰知道啊 誰知道公主在哪 我不是跑傷嗎 我買了一堆木板 我應該要跑傷才對啊 我只是要幫一個小屁孩 找他女朋友啊 這邊有雞雞村耶 喔雞明村是不是 我覺得我們可以去其他地方逛逛 去其他地方逛逛 往雞雞村好了 我們剛剛都看到雞雞村了對不對 這關開始有伐木工了 這個是不是比較難打 我感覺不太妙啊 我現在都是最便宜的垃圾兵你知道嗎 要打這種伐木工有點難打 OK 雖然被打得蠻慘的 但是還可以 再來一次阻我應該是不用補血的 直接開槍 不知道我怎麼還是贏了 還行 然後就晚上了 先睡個覺 啊 我睡覺死有人從馬上偷走貨物是怎樣 我被偷三個木頭耶 我快氣死了 這有個NPC啊 你要有旅行者來聽關於我們村莊的事嗎 OK 如果你想做生意往前走一點 在雞社旁邊交易 來看一下這邊賣什麼 交易 這邊可以買雞 他們需求是 古物 工具箱 啊我這木頭到底什麼時候可以買啊 我現在只能買雞 我可以買兩隻雞耶 好啦我買兩隻雞好不好 然後 這邊好像真的沒什麼可以點的 是嗎 這邊還有養雞的農民可以顧耶 然後這裡還有雞要跟我講話 人人餵我 我也忍忍繼續聽 戰士射手不會全部都在這還缺誰 我們需要一個營遊詩人 什麼東西啊 雞雞見識耶 哈哈哈 他覺得我像流浪漢 要我幫他找營遊詩人 我會去生活最底層的地方給你找營遊詩人 誰找營遊詩人去哪裡找啦 到時候看看吧 這個雞雞可以幹嘛 鼓勵鼓勵一條蟲 你受夠了什麼 他厭倦的等待 或許我可以幫你 我可以拯救他 我可以把他帶走 我可以把他帶走耶 喔 我需要你保住我 也不會變成烤串 OK 這遊戲到底 到底有什麼問題啊 為什麼這遊戲可以跟雞講話 我們上車吧 萬歲 為什麼這遊戲可以跟雞講話 我會把這隻白雞打雞蛋餅 喔他們要打架 啊 啊白雞怎麼贏了 我是這裡的頭號公雞 我到底看了什麼啊 啊目前有一隻雞 他說把當當從雞 雞 雞名證帶到移野莊 哇等一下 我前面才說不會把他 變成那個 食物 現在我要把他變成食物了 是嗎 算了 回去木莊好了 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賣東西耶 這一關有弓箭手了 等一下是不是我買 喔 我懂了各位 看一下看一下這個 這我變三了 你們知道為什麼啊 因為我的貨物太多了 貨物太多他就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就會變得很難打 哇我要被打成白癡了 我跟你講 真的有點難搞耶 怎麼會這樣啊 但是他錢也會給的比較多了 我感覺我需要把一些東西賣一賣 其實前期不應該買這些東西 我應該把 各個村莊有沒有 都跑一邊 知道哪邊可以賣什麼東西 會比較 像這個有點難打 不管啦 總之我們先回去那個啦 爺爺莊啦 好不好 還是我們要去衛兵營地看看啊 我覺得我真的需要先把一些東西賣掉 爺爺莊等等再去好了 先來營地 你看現在這種地方全部都變成這種 野狼了 超難打 你懂啊 讓我過去否則你會後悔的 全圓進攻 完蛋他超級硬 我靠 然後還有這個是什麼 礦工耶 超難打 我感覺我現在 要一直給他們吃東西補血 不然一定輸 OK不然總之我們現在到衛兵營地了啊 我們來看一下交易 這邊需求 喔這邊可以賣掉雞的 我終於可以把雞賣掉了 OK 我們已經建立好第一個跑商路線了 好不好 就是雞 然後這邊供應一些 鐵礦石什麼的 肉 我們先不要買啦 不要先不要買 這邊還有雇傭兵耶 然後我在想我們等等去林帝郡 這邊是林帝郡代表什麼 你們知道嗎 代表他一定是 可以跟他 可以賣他木頭的地方 好不好 等一下我輸了 等一下我輸了 不對啊 這怎麼還是很難啊 我以為 他這個難度變成1就代表很簡單 好像也沒有 其實還是有點難 主要是這個 和喬夫還是太強了 然後我的護衛真的太爛了吧 應該就真的是插在這個 我真的沒有個NPC耶 陷阱 你能說會到是把存貨有錢嗎拿來繼續聽 沒錢但你儘管來拿啊 這下你完蛋了 我是要幫誰 搶劫是不對的 拒絕 我就喜歡金幣叮當響 對半分了我 我應該可以贏吧 Columbus 準備戰鬥 什麼鬼啊 怎麼變成我們一個人打他們全部 這遊戲是不是有問題啊 哦呀我一直損失落佢啦 哦 這邊有一個NPC 為什麼會例為陷阱 我們被夾成白痴 交易 好他這個是賣古物的 古物買一下好了 這邊還有很多氧耶各位 啊羊都跑了 我以為可以抓羊 然後現在到了一個 啊我又被搶劫了欸 現在我們到了一個神奇地方了 又有人來這是誰 我只是路過對不起打擾了 什麼東西啦 總之我可以 喔怎麼是羊王在跟我交易啊 這邊沒有要木頭欸 我帶木頭來這邊是沒意義的 各位 算了我們還是可以買一下這個啦 好不好帶裝穀物啦 因為我發現帶裝穀物後面可以來這邊買 你知道嗎 我們可以繞過來買 還行 這邊還有一個很帥的狼欸看一下 豬用運輸工具220塊 我可以把馬變成狼欸 好帥喔 可是我的領導力和動物學沒有 這可以點嗎 喔 點兩點可以顧狼欸 不管啊從這先點了好不好 我們可以顧野豬 以及 有沒有用狼當傭兵和駝獸欸 各位 這樣我就可以租他 啊他還要求領導力欸 領導力到底是要什麼 他是指這個嗎 稀有傭兵是嗎 他是稀有的喔 好像是欸 所以我不能顧他欸 好扯喔 可是這個我可以顧 這個狼仔我可以顧 如果對我這包含野獸 我可以顧很多狼欸 我是不是應該賺錢 然後把我的部隊變成狼部隊啊 OK這個我們先留著 我們先去 繞一圈交易一下好不好 哇這邊又更難欸 石斧強盜 其實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更難啊 大家看看 哇靠 我能被秒殺啊 怎樣 我輸了欸 完蛋了 真的完蛋了 這有兩個人欸 呵呵 哇靠 我同意的話會打他 啊我拒絕的話呢 完蛋了 幹我還是要打啊 這個 我真的不應該理這個東西的 我要被搶了 我還損失超多東西 我真的虧馬了 你知道嗎 喔這次的事件是有個老人 他又賣我卷軸 看一下看一下 喔這沒有好多NPC喔 啊可是我們目前 算了算了算了先不買 這個呢交易 喔又是賣古屋和木板的 呵呵 好啦買啦都買 啊他他需求是什麼 麵包和十字鎬欸 啊應該帶點十字鎬 算了 OK 希望我打得過 拜託 拜託打贏打贏打贏 哇操哇操哇操完了 幹我輸了 操 怎麼難啊 喔我一直虧錢 我快發瘋了 欸這次好像贏了欸 真的是輸到 輸到最後就贏了 我還可以拿到卷軸欸 太爽了吧 到廢墟了 但是還是不能賣東西是嗎 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賣東西 這邊有個那個欸 這個是 布 布羅南 布羅南 你一直說 布羅南危險分子 他不是危險分子 他想去哪就去哪 這麼爽 OK 你是坐這輛車來的嗎 這是食物背包 OK 喔我可以修理這個東西欸 我還需要木頭和這個東西 喔我這樣子我就可以有新的工具 交通工具了是嗎 然後這邊還可以顧野豬欸 那我要先來基民村啊 OK 各位我們終於到這個基民村的 真的費勁千辛萬苦 你知道嗎 我已經被搶到不知道 不知道東南西北了 來啦賣 直接賣掉 沒關係 我們現在就是我的目 構想啦 就是照著我剛剛講的 在基民村買雞 有沒有 然後運到這個影帝賣掉 喔然後這邊還可以買那個工具 巨箱有沒有 然後來基民村賣 有沒有 我就這樣子走就好 不要再繞我左邊 這樣子 這樣走就好 順便回去一下好了 來這邊然後回去野野豬 他這個變四級了 他這個是隨著時間越來越難是嗎 OK沒關係啊 來去木樁 我的基應該沒那麼容易 這個是什麼東西 完蛋了 回去 忘記那個睡覺了 白癡喔 欸 幹 我的雞被偷走了 睡覺被偷欸 喔好白癡喔 不是啊 我到底要怎麼阻止被搶擊啊 這邊沒辦法把東西放進去啊 好虧喔 這虧到爆欸 欸總之我可以撈野野莊了喔 正好這邊還有一隻雞的人物啦 好地方建理雞肉之前 我想在附近逛逛 OK 欸啊結果不是要把它烤來吃喔 是這樣子嗎 OK 現在 當當搬到野野莊了 希望他這是一件合法的貨物 應該是合法的吧 所以我之後可以 發展我這個城鎮 然後讓他變得越來越大是嗎 感覺上是這樣子 然後我這木板一定要放進去 我會受不了 移動 總之我也只是回來 放個東西啦 這樣子的話 我出去 啊正好還是加1欸 是雞太貴了是嗎 雞150塊太貴了是嗎 完蛋了各位觀眾 我現在晚上 現在是晚上 然後我現在有一隻雞 我等等睡覺是不是又要被偷了啊 欸不對我其實可以這樣子 來防止盜竊 他原來他這個有血欸 原本55%我這樣子 其實自己才75而已欸 希望不會被偷好不好 希望 喔沒被搶可以 還好我只剩一隻雞了 我覺得不能讓那隻雞不見 他要雞到不見我就忘不了了 OK總之我們來了 賣掉啊賣掉這個東西 好不好 賣好爽喔 我又升級了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可以點這個啦 好不好 把這些能選都選 我覺得口才是最重要的 OK然後 這邊買工具箱嘛 欸我發現這邊沒有 沒有辦法賣工具箱欸 還是我看錯了 還是他需求會變 為什麼剛看一次工具箱還是什麼 好像有變欸 現在變成稿子 所以我等 我還是要來這邊買稿子 欸這邊還有賣魚欸 他需求是會變的 OK那我們要把我們燈整來這邊 OK總之我們到了好不好 然後有晚上了 然後把這個魚賣掉 然後稿子和這個 我們 都買一下好了 哇其實我沒辦法買很多欸 OK買這樣子 然後難度變4 我是不是應該早上在那個啊 我應該等早上的對不對 等早上 這樣子我有可能會被偷欸 喔這次沒被偷 還行 OK不管 總之 我只要運氣好一點 應該是不太可能輸啦 好不好 OK跟我們平安來到這個基民村好不好 真的是 有點辛苦 但是辛苦有值得啊 這個才賺15塊而已欸 我的天啊 這個真的是很難賺錢 超級無敵難賺 然後我反正這邊又有多一個NPC了 我想要再聽村莊故事嗎 好啊 沒錯最新鮮的故事 剛發生不久 這也最近住了一隻雞喔 真的嗎 會說話的雞 他收拾行李 他不就是我帶走的那一隻嗎 欸幹我雞被偷兩隻 這遊戲真的很智障欸 我 他那個 我快受不了了 你知道嗎 我真的一定要記得 晚上一定要先睡 賣完東西先睡 然後再買雞 之類的比較好 算了 反正我就是照著我剛剛的想法來賺 然後看能不能多賺一點錢出來 一直被搶真的是讓我太氣了 這邊有新的事件欸 看一下 他們要打架是不是 怎麼了怎麼了 我 就是你要比利器喔 流血到死 OK 應該 我會贏吧 這個是 小任務的感覺 好像會輸欸等一下 幹我要被搶了 幹我雞又沒了 啊我的雞 哈哈哈哈 我 我一個戶都沒了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然後我覺得阿 我真的是需要想辦法來換掉 我們的這些 垃圾農民的 好不好 我來看一下 其實我在想 是不是招木狼會更好的點 看一下 比較一下 五蛇滴血 一百滴血 秒傷 十三比十四 攻速也是比較快 暴擊率反而是他比較高欸 如果隊伍中只包含野獸 攻擊可以造成中等慌亂 代表什麼 如果我只帶狼的話會超級強 就是只帶野獸類的會超級強 但是這個感覺我一口氣叫滿會比較好啊 就是花一百二二 四百八吧 純四百八 然後一口氣換掉應該會更好一點 OK我陰錯陽岔我回到野獸 然後我現在發現 有一隻雞又在跟我講話了 他什麼一隻雞 我聽說你是個雞喔 OK 我會直接想 為什麼我是隻母雞 而不是公雞 畢竟我是個男人 我被詛咒了 拿來把斧頭來 他要幹嘛 斧頭 我去哪裡找斧頭 這附近完全不用斧頭 這邊只有那個 需求斧頭 完全不知道去哪裡買斧頭 OK算了 這個反正之後再說啦 我們繼續賺錢 好不好現在已經賺到三百塊了 OK可我們目前又來到這個基民村了 現在我的錢已經存到五百三十六了 好不好 我剩下這把這隻雞全部再拿去賣 感覺 就更爽了喔 哇靠直接加三欸 我帶這隻雞 真的不會輸嗎 而且我過去還會是夜晚欸 我快受不了了 我只能祈禱那個啊 我這一探過去有沒有 會安全 然後不會輸啊 好啦我們給他錢好不好 反正我們遇到一些野狼 我們就都給他錢 希望他們不要找我麻煩就好 只打一場戰鬥是可以的 是嗎我會不會輸啊 感覺要輸了欸 哇我打輸完蛋了 哇操 我又剩一隻雞了啦 OK啦總之我們目前真的到了好不好 我們把雞賣掉 357啊 我們是可以先來這邊啦好不好 先來這個地方 然後買個 買個狼好不好 至少可以買個兩隻嘛對不對 哇靠完蛋了 遇到埋伏我要輸了 哇箱子真的是不能亂打開欸 亂打開箱子可能會輸欸 這這個很強欸 我口渣被打打什麼白癡 終於可以繼續賣了 把魚賣掉 其實這裡沒多少產品啊 重點是這邊還有東西可以買 但是我不能夠 不能夠浪費錢好不好 我們要先買護衛 來 顧狼仔 這只是狼仔而已欸 代表後面會有更強的狼是嗎 不管狼就是比較帥有沒有 我們就是先顧個兩隻 隊伍以滿沒有空間 我可以放在這裡面 一隻 兩隻 先買兩隻好了 那接著我們就是回去繼續賺錢 然後先把兩個村民換下來好了 只是不能夠這個就比較可惜 因為他只包含 才能有這個buff 要人全部換掉 OK 總之目前還行 應該可以回去吧 看一下狼的戰鬥力啊 我不知道 但他血有比較多 多兩倍應該是真的 比較能抗吧 畢竟傷害是多兩倍的欸 希望是有強一點 而且我目前有多學到一個技能 這個好像是可以指示 我的 呃 傭兵有沒有 額外去打 人的樣子 好像 就是鎖定一個人 讓他在集中打他的樣子 就是我可以這樣指定有沒有 他就會一起咬他 先秒掉一隻其實是會差很多 因為這樣敵人傷害會比較少 欸 換狼之後好像真的比較簡單欸 是嗎 我現在怎麼感覺好像隨便打 雖然說這個等級只有1啊 但我好像隨便打 來 我們直接買兩隻雞 現在我有兩隻狼 兩隻雞應該不會輸了吧 我跟你講這一波再賣掉 我就更爽了 完蛋了 我忘記那個 欸 等一下狼 狼要花錢住宿欸 我沒辦法欸 完蛋了 雞要被搶嗎 沒事 欸 原來狼 狼不能夠那個欸 晚上睡覺要叫狼看守的話 狼要付錢是怎樣 喔 這裡有一個女戰士欸 看一下 呃 招募 紅番戰士 太貴了 買不起了 完蛋了 完蛋了 我要輸了 我機要沒了欸 幹 最後打輸我的機 我又被弄走一隻雞了 我快受不了了 怎麼弄懶啊 怎麼弄懶啊 我連運兩隻雞都做不到 OK 來 交易 把這些 把這木板賣掉 我現在有330 一隻120 我可以再買兩隻 不管怎麼樣 我還是有賺到一點錢的 我現在有四頭狼了 這樣子我的這個buff應該有了 可以一直給敵人造成慌亂效果 而且我發現我的那個 我好像其實可以升級欸 我現在才發現 因為他這個沒什麼提升 提升傭兵等級 我升級其實也可以拿到這個綠色的點數就對了 我自己升級可以拿到那個 這些點數可以用 就點我的技能點 然後 這邊傭兵等級也是可以提升的 不過這個有點珍貴 之後再說吧 我現在其實還想要把我的馬換掉 你知道嗎 不知道這個會不會比較強 比較一下 其實好像不會差很多 但是他有多一個流血效果 應該會比較強 重點是我們 如果組一個全是野狼的那個什麼 全是野狼的隊友感覺很帥啊 你們不覺得嗎 所以來 我們 再回去一趟 再賺一波 賺個220 然後升一等 我應該就可以 雇傭 最後一匹狼 好不好 來賣賣賣賣賣賣 然後我還可以再買一隻雞 我只能買一隻雞 但這隻雞賣掉之後有沒有 應該 就夠買 最後一匹狼了吧 應該啦 總之 夠 我們現在跟神一樣 夜晚了直接打應該都不會輸 OK各位 交易 我升級有沒有 然後還可以把那些 垃圾捲軸賣掉 總之我現在升級了 我可以點領導力 把這個稀有傭兵點出來有沒有 點下去 這樣子我就可以去顧那隻批狼了 我現在290億剛好 怎樣你們現在怎樣 你們現在想跟我打是不是 他不知道我有四頭狼 挑戰我四頭狼拜託 我等等換五頭狼咬爆你們所有人 我跟你講 OK 到達了 我終於可以把這個 運輸工具帶回家 對不對 雇佣 雇佣 替換 好不好 喔 有了替換了有沒有 超多狼 這是狼 這是狼仔 大狼帶小狼 有沒有 然後我們應該可以把它升級吧 只是我不知道這會不會歸還 沒差 升一下好不好 升一下 喔他已經只能升一級是嗎 升 我現在二級 三級 四級 這個等級升上去了嘛 然後我們還可以給他 閱讀卷軸嘛 對不對 我這邊還有兩個 我應該還有一些力量卷軸 可以閱讀 然後我們就把這些 呃 補物帶回家 然後來看看我們這一趟現在多強 現在應該都隨便打了吧 我真的是不 想不到我這個要怎麼輸 你知道嗎 真的是想不到 我現在已經牆都爆了 你看五頭狼欸 雖然狼好像被咬還是蠻痛的 但是我咬他們超級痛 喔 有事件了欸 看一下 打不打得過呢 這個事件沒看過 老大未金兒付過路費了 橘廷 衛兵 你給誰付的錢 RRR 你在這裡幹什麼耳朵龍了嗎 看到我麻煩幫個忙 他感覺比較強欸對不對 而且我好像被 跟 長得跟這個很像的人搞過 好不好 我要懲罰他 欸 謝謝巡邏隊在等著我呢 所以他們要幫我 OK 我們來看一下打不打得過 先把這丹尼弄死好了 哇 像這個我隨便打欸 狼超級痛欸 這種事件我都打得過欸 賺68塊欸 誰還有跑傷啊 我直接打這個就有68塊了 他還在那邊跑傷 跑傷就打不過對不對 跑傷帶一堆雞 我就被咬成白痴 要怎麼玩你告訴我 這是 不過我還是在測試看看好了 我再跑一輪 好不好 再跑一輪 然後最後的時候我帶一堆雞 看我還會不會被搶 大家各位注意我們可以買三隻雞喔 我們來看我們買三隻雞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好不好 三隻雞啊 四級 我來這邊會是晚上欸 代表我等你又要被搶欸 目前這個四級看起來還行 目前是還好 沒多強 而且我看他這個 就是每兩個相公平增加平民等級 他就增加他的等級嘛對不對 哇他等級直接變7等欸 超級猛欸 第一張我已經 頭破血流了 然後這邊我點點點在幹嘛的 同行做買賣的 他給我什麼 他不告訴我 他 他這個是 要給他10個封密 誰有啊 根本就沒有 不過講一下還行欸 Lv4的隊伍來講一下還可以 有沒有這個就是狼的優勢嗎 Lv4的這個敵人也是隨便打 試試看Lv5了好不好 看一下打不打得過 這不知道欸 其實我可以-20塊少打一場 -20塊啦吧 這個-20塊 看看我們 野狼 打這種Lv5的 晚上打不打過 我這裡已經有奇怪的東西了欸 長矛手欸 他們也都是罕見的東西 我還是西友 他是罕見的 罕見應該比西友爛一點 西友 沒有我等於是罕見的 完蛋了 看一下100 266 這怎麼玩啊 等一下我-我要先把這個秒了 完蛋了好像會輸欸 看能不能先秒掉一隻 這樣是-他的傷害比較不會那麼痛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贏可以 打一場可以贏 打兩場贏不了 天哪 還行啦 我-我發現有狼-前期跑傷真的比較簡單 我帶三隻雞 還-還可以欸 我可以先賣兩隻雞有沒有 完成他這個任務 然後我這個75塊 我就可以要求說我想賣更多 有沒有 然後看一下 他-我想賣更多 他沒有讓我買 這樣我賣這個會虧你知道嗎 我現在看一下 到底有什麼東西是比較需要先點的 目前看我現在也都還好 喔這個還不錯啊 我其實有時候都會遇到陷阱 然後就-就被擠啊 這感覺點的會比較 那我現在還有一隻雞了怎麼辦 算了啦 不管這個我覺得我們 目前先玩到這邊結束好了 好不好 我覺得目前今天的體驗已經差不多 我已經玩了兩個小時左右 你們知道嗎 這遊戲其實有點精神石關烏啊 那總總的今天這一集就超好希望這裡 如果觀眾喜歡我們這個系列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那我怎麼進行的話 也可以留言在下方告訴我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